接下來我們要去的是一間旅館 不過這間旅館看起來也太高科技了吧 不錯 跟你們講玩樂了一整天 最後一站一定是挑選住宿的地方了 那我今天選的這個地方 它非常非常的酷 它是全自動化的 一般你看那種青年旅社或是民宿 它也有自動化 可能就是放在信箱裡面的鑰匙 你自己拿了然後繼續做check in的動作 但是這邊它真的是全自動化 怎麼樣全自動 帶你看一下 來你們看 這個就是全自動化的觸碰螢幕 你不管是要入住還是退房 全部都在這裡一次搞定 那基本上我們所有會在房間 需要用到的選項呢 這邊都螢幕了然 比如說像是你要休息 或是你要過夜 這邊都是可以直接做點選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是有做訂房的動作 所以我是有預約的 我就按這個 訂單編號 我已經收到我的手機裡面了 現在只要打開來看就行了 好 打完訂單編號呢 確認一下就可以了 好 沒問題 好 收到收據的同時呢 馬上就會拿到一個手機的連結 你就可以準備check in了 那全自動化還不止這一些 待會兒帶你們去看一下 什麼叫做全自動化 好 走吧 像我一進來這個小房間呢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只有溫馨可愛可以來形容了 它就是兩張小床 然後呢廁所也不大不小 但是其實也夠用 整體來說呢就是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機能性我覺得還是都OK 但是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是非常酷 也非常便利的 就是這一個 外送訂餐服務 那基本上這邊合作的店家呢 它都是選擇 風假商圈這裡附近的店家 所以你選到你想吃的食物 或飲料的時候呢 它送來的時間基本上不會到太久 因為都在附近而已 訂一個檸檬愛玉 好 確認訂單送出以後呢 很簡單 我們現在只要做一個動作叫做等待 為什麼呢 因為樓下大廳有一個機器人 他會幫你送餐點 他會自己搭電梯喔 非常可愛 他搭電梯上來 他會送到你的門口 然後傳簡訊給你 就這麼方便 你連鞋子都不用穿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你的餐點 是不是很厲害啊 我的外送到了 太可愛了吧 很容易 在屏幕上可以關門鍵 我會去送餐嗎 好喔 送餐 如果你想跟我一樣 到了住宿的地方 不想再出門 好好休息的話 你可以跟我一樣 選擇這間鋁舌 它就會有倒伏伏 你就可以讓機器人 幫你送到餐點 躺在床上好好的享受囉 唉呀 唉呀 嗚呼